资料就是也是来自于那个云端上面 那这个云端上面学生成绩,第一个一样把这个学生成绩把它做下载 成CSV OK 那未来当然,当然如果你这个资料你不用那么麻烦,每次要下载,然后还要再放在某个地方 其实未来你可以发布到网路就可以 那网路的话其实在Python里面,你可以把它发布成一个网路上面的一个CSV 有没有把它发布,发布这个工作表就好了,这个工作表发布 那如果你把它发布出去之后的话,它其实就会产生一个 网路上面的一个类似 开放资料的连结,所以开放资料有时候其实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马上产生 以后的话就不用开档案,直接就网路上抓,不过这后面会讲到 会需要用到一个叫Request,刚刚有讲到 有没有一个抓网路资料的一个套件 它叫Request,然后Request就可以从网路上直接抓,就不用像 读档的方式了,以后的话 如果你放在云端上面的话也是一个方法,这个时候还会再提到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今天把它下载 那我希望做什么事情呢?希望把这个档案 把它做那个 就是读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 Equipers里面,这个Python里面,然后呢 我一样希望,第一个 建一个空的Dictionary 字典,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的资料 分别把它print了出去 所以这个主要,这个是Key 那这个后面的话是Value Value的话可能就不止 有国文,英文,数学乘积 所以基本上,国文就是可以把它们全部 因为Value只能放一个东西 只能放一个东西,它没办法分栏 不像说之前我们那个 变成四个类,四个类,串列分别存放 也许请各位试一下,第一个请你把它 用这个Dictionary形态 把这个放,Dawn Key 这个Value 再来的话把它print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说再去计算 各科目的成绩的最高分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 做的那个练习吧 我们练习其实也是 也是读档 读完档就是说差别是四个串列 然后一样用append,append 分别把它append了之后 再把那个 各科的最高分 把那个总分平均最高分 最高分是谁,把它列出来 差别只是在这里 不过呢 如果你用串列我刚刚有讲过 他没有办法辨识说你这里面有没有重复的资料 比如说各位有没有发现 丁小语 丁小语有没有发现 丁小语其实这边有重复的资料 诶,这个有一个,这边有一个 而且他成绩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理论上,假设你同物资料放进去 那你如果没有把它过滤掉的话 变成会有同物资料 那在资料库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资料库居然有两个人 都是同一个key 但是你却成绩可能一模一样 可能不一样 那哪一个才算数 所以会有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dictionary的话 我刚刚有试过 就是用那个 把它加进来 你会发现我把它print 他结果呢 丁小语只会有一个 第二个就不会再加进去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利用那个 这个字典的方式 把资料输出 并且做一些那个统计分析 画面先画给各位 我们做的那个版本 把它稍微修改 因为之前的版本 我们已经把它精简 有没有,之前同学也是网络上找了 比如说我要见四个串列 这个方法就很棒 因为它可以让程式 变得非常简短 那最后的话我们有个max 哪一个最高分 然后并且查出他的所在的那个index 所以我们用什么b栏里面index 去查出谁最高分 然后把那个index查出来之后 再丢给a a的话 在这边是名字 把那个名字给秀出来 是谁 OK 所以 假如我把这个版本改成那个字典的版本的话 其实大概改了几个字 如果把这个复字贴过来 改了几个字 第一个一定还是要D型字 不过 在这个dition里面好像也没有办法 就是 去除掉那个串列 最后我的习惯还是 最后还是丢到串列最简单 所以我一直强调 这个串列这种知道形态 如果你不熟 不会的话 所以真的python里面很多地方是无法处理的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OK 所以串列太重要 那再来的话我的写法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把资料先print 大概分成 我print的结果大概是长这样的 就是他的那个名字 一样把他的资料全部秀出来 最后把他的结果 把他最高分列出来 那两者之间我比较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写的版本 好一样嘛 那个人的什么成绩 三个嘛 最后把那个最高分的人 的 分数跟名字把他秀出来 那后来我改一个dition里版本 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两者之间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看 郭文总分439 这篇的话执行之后 郭文总分509 你说为什么你的结果不一样 对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刚刚那个我们的 学生成绩有没有 刚好有一个重复嘛 丁小语丁小语 所以他会多70分 也就是说呢 dictionary放进去之后 当然还是有差 在哪里 他就是 如果有重复资料的话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 下载的资料 经常可能会遇到那种状况 user端给你乱填 明明已经填过 他又再填一遍 那如果你要移除重复资料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先丢到dictionary 他就把那个 重复资料先移掉 再来做后续处理 可能结果才会是证量 不然的话 data最怕就是重复 比如说你一个人身份字号 如果还有人跟你一样 你身份上那就麻烦了 所以警察领检的时候 他是通缉犯 就是你被抓去关吗 那不行啊 所以 可能有重复的 好像这一题也是一样 key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结果不一样 那我这个地方改了哪些地方 第一个 一样我们要建一个dictionary ok 所以 我就在上面多增加一个这个 所以以后呢 字典 空的大瓜糊 ok 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读进来之后 再来就用readalize 把资料先放在list1 放在list1里面做什么 避开 第1个 因为第1个是0 0 因为上面是 那个栏位名 我不要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我避开它 我只要下面东西 所以我就分别把资料读 然后呢 用sprez切割 我的key基本上就是我的名字 名字的话一定是0 后面资料怎么办呢 我就想个办法 因为它有三个 你不能说 我就放国文就好了 英文跟数学怎么办 干脆全部放进去 所以呢 干脆就用一样的方法 后面怎么样 就逗点就好了 value里面就 第一个成绩逗点 第二个成绩逗点 以后要用的时候怎么办 再把value切 不然的话 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目前想到应该比较简单的方法 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key 就放在a 其实这个key 基本上就是姓名 OK 其他的部分怎么办呢 其他的部分 我就是 分别 在用什么 在用切的 所以基本上 将来要把里面value部分切过来的话 就是 再用sprez切 然后把它分别 第一个 转型之后放在b b欄 OK 然后 就是国文 这个是英文 数学 OK 就三个 那前面是 一次就切四栏 那现在是因为我有丢到dictionary 所以a的话独立出来 它是key 那bcd的话就value OK 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就把它再输出 可是最大的差别是会少一个重复的人的层期 所以结果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 过程可能我们主要还是会搭配到那个dictionary 这个形态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有把这个结果 给各位 我会放在云端上各位参考 尽量 可以的话还是自己重新打过 因为自己打过才是你的东西 否则的话 你 我是觉得最 最怕你们是直接从网路上call 然后直接贴 贴了之后也完全没有去 管它里面到底贴了什么 然后就run run就不对 一定是会不对 一定会错 但错在哪里不知道 因为那不是你写的 因为不是你写的就不是你的 我的习惯是说哪怕我是从网路上抓的 但是我一律会把它重新改写 改成我习惯的那个样子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出我习惯的那个 那个方式 比如说ABCD 有没有 这种栏位名声取法 还有 Dictionary E 或者List E 有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出那个是我写的 那有一些不是我写的就是 都取名的方法也不一样 对啊如果说 最后如果那个东西不是你写的你就会不习惯 你会觉得这东西怎么来的 你连 所以是就像你生出来小孩一样 你怎么样就觉得亲切 对不对 而且他会跟你很亲 就像小时候我就觉得 我女儿也是一样 没事就一直黏着我一直黏着我 我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黏着我 他也不会先黏别人 对啊 可能就天性吧 OK 自己的小孩就自己的小孩嘛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很奇妙的 他就会跟你很亲 OK就跟你看 你写的东西一样 如果这是你写的 你想出来的 你花时间的 那写出来你会觉得 就是感觉有自己的feel 不是就感觉很陌生 不过这个就是要一点培养 所以我还是强调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希望培养各位的兴趣 就是希望你喜欢他 因为我上了我这个课之后就讨厌他 我是最不喜欢看到这一点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很轻松的学习 不过这种东西怎么轻松的讲 所以我又把程式放在云端上 主要是希望你们 还是怎么样 你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不用一直钻一条尖 反正你先可以弄 弄完之后 不是就算了 请你把重要的部分 把它删掉 也许到哪个地方 这一段 删掉 下面再自己写一下 好慢慢 还有切记就是 像这些东西绝对都不是一次完成的 可能第一个先读胆 有没有 因为我们前面都讲过 所以我就有些讲过了 我就不要再赘出了 先读胆 放在回圈里面 处理完 塞到Digital里面 再从Digital里面把它分出来 最后输出 你要有阶段性的 你不是说一次全部 一次全部看感觉很恐怖 但是你拆开来看 其实就是 暗故就班的把它完成 OK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那个这个 把那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稍微把之前的版本 再改成那个字典的版本 多一个字典的形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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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